我呀这个是地地道道的农三代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连续每天都能赚五万块钱以上 我那年呢就赚了一千多万块钱 那年应该二十二岁吧 一岁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一年 运气特别好 事业干得灰灰晃晃 一把火给我烧到解放前 如果你选择创业呢 你就在这些路上一直坚持 我们每天在做着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就特别热爱的 我做的来我很开心 很有幸福和成就感 三 二 一 如果我给你一个清洁工的岗位 你干不干 你一个干主持人的 你要是条汉的你别去 我要是条汉的我就应该去 退款率只有2%啊 非常棒的 我觉得还是很炸裂的这个 我非常自信地说 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还要出来找工作了 特别心累 就是我的心力可能不太适合 去做一个公司的老大 他到你那儿干一年就走 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因为它是明显 它能带团队出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非你莫属特别情话》 创业面对面 在我们这个板块当中呢 我们将邀请到 不同的创业人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讲述他们在创业路上 遇到的人和事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板块的 几位观察员老师 欢迎几位观察员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 认识一下 即将登场的这一位 创业讲述人 请看 我是农三代 从小田野就是 带给我希望的地方 也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家庭变故 火灾车祸 都是我浴火重生的起点 工人 客户 农民 消费者都在等我 山水一程 愿我的努力 都能换到可期的未来 风雨一更 愿所有农民的新鲜付出 都能换来风调雨顺 好的 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的讲述人 农民闺女张芳 欢迎她 你好你好 欢迎你 莎娜老师好 你好 欢迎张芳 来来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祖国的大梁仓 黑龙娘黑土地的 我是农民的闺女张芳 我呀 这个是地地道道的农三代 我是生于农村 长于农村 然后呢 也这些年 一直干着农业嘛 对农业农村 有着无限的热爱 我的爷爷啊 就山东人 闯关东呢 来到了黑龙江 是他们这代农民 开垦了北大荒 那我父亲这代农民呢 这个建设了北大荒 才有如今的北大仓 那我们这个 这代农民呢 就是让中国饭碗里 装上更多的黑龙江的 油脂粮和放心粮 就是我们这代 新农人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农三代 你说你是农三代 就是小的时候 是不是家里面的条件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那个 在方正 就是黑龙江省的方正县 它这个县城吧 也是榆米之乡 因为家里都有地嘛 家里又种着地 当然我家还有个小米场 就是在村里 给那么村民 抹点凉 抹点玉米的这种 所以小的时候 家的条件还算是挺好吧 富裕一点 家里面姐妹几个人 有一个姐姐 然后还有个弟弟 我是家里排行老二 小的时候这个条件比较好 应该一路上学啊 什么都比较顺利的 对吧 是的 就是这个 因为三东人吧 他就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 教育 这个从小就让我们 这个努力学习 考大学 父母也这么教育我们 虽然我们平时 就是经常是这个 叫四五四五 四五年纪开始 就帮着家里干着干农活了 每天放学要采猪菜 还要去喂家禽等等吧 反正农村活都会干 但是呢 更注重我们的学习教育 所以说我是 2004年的时候 和我姐姐 她是大我两岁 但我俩等于同级的 就一起都考上大学了 当年就考上了厦门大学 哇 厦门大学很厉害啊 那就顺利地去厦门大学 读书了吧 这个说到这儿吧 这个大学是考上了 上也上了 但是吧 没有给她念完 因为家里的变故吧 我父亲得脑梗了 然后就不会讲话了 也不会走路了 就得在医院 因为我在医院住两三个月吧 花了挺多钱吧 因为我家里有点 这个积蓄都花光了 然后外边还欠债 欠了五六十万块钱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农村讲的 叫不等农食 马上就要春耕了 就没人种地 怎么办呢 这个家里现在需要我 欠了这么多外债 父母压力都很大 我是不是要担起这份责任 所以我就想着暂时休学 回家里 把家里地先给种了 那那个时候 休学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 就是犹豫一下 这休学 如果跟不上怎么办 犹豫肯定是有的 就是当时我也做了 很多思想工作 我在想 我们好不容易 从大山里走出去 考上大学 而且我还有 下一步的留学计划 和人生的规划 那家里可能 现在更需要我 我更应该为父母 承担起这份责任 能活说那么容易 不好干 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到这个水田区嘛 我们插秧嘛 早上要下到田里去 光着脚丫 那个田里都有冰茬的 你知道吧 妈呀 就现在一年下雨 我觉得我这腿 都有点疼 然后那年吧 说心里话 我第一年中店 运气挺好的 大丰收吧 但是粮食一旦丰收呢 这个商贩 粮贩子一到村里来搜粮 就把价格压得很低 我就眼睛 怎么能把农民的这个粮食 能卖上个好价钱 就卖到乡里去 在村里收货 卖到乡里 要多卖二分钱 然后从这个村里 要卖到县城里呢 就能多卖个五分钱 后来我就 我们离省城 还有将近200公里 哈尔滨 就卖到哈尔滨 就能多卖一毛钱 卖到辽宁 就能多卖一毛五分钱 后来我就在网上发信息 找到了广东的客户 还有浙江的客户 他就联系我 就能一斤多卖好几毛钱 厉害 我不仅是帮我们村 我们邻村的粮食 农民能卖上个好价格 我自己还能挣个茶价 所以我等于是 第一年不仅种了地 还等于创了业 做粮食贸易 然后第一年就把 五十多万块钱给赚来了 哇 这个有商业头脑 应该是这个16年17年 也非常顺 我是从县城 往哈尔滨就开始送货 给我们叫哈尔滨皮油厂 给它供应原料 供应这个大米 作为啤酒的原料 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哈尔滨原来是个物流窗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的老家县城往东 叫加姆斯市 加姆斯市比如发粮吧 发到了我的老家 再发到哈尔滨的话 一吨运费大概要180块钱 但是从加姆斯市 直接装车发到哈尔滨呢 运费就100块钱就够了 存利润一吨挣80 这个是个好机会 我就开始转站阵地 老家那个就不做了 在哈尔滨开始租库房 把它安点小设备 开始在这里进行周转和运营 就发现了一个新的窗口 我记得0708的时候 我就是那时候 给一些大的国企央企 原料供应 一车祸 有的赚几千块钱 有的好的 能赚一两万块钱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连续每天 都能赚五万块钱以上 一个月能挣100多万块钱 100多万 08年 我那年呢 就赚了1000多万块钱 1000多万 你知道什么概念 就是 08年1000多万 那时候在哈尔滨 一套房子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才五六十万 我能赚1000多万块钱 你那会赚1000多万的时候 多大岁数 那年应该22岁吧 还是 虚岁 22岁 22岁 一年 运气特别好 你这个之后的路 就一直都很顺吗 要赚你这一年1000万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赚了1000多万 说心里话 心里还有点小小骄傲的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 你不用小骄傲 你可以大骄傲 那时候开始就投资建厂了 我就开始买场地啊 盖厂房啊 按设备啊 团队也增加了 2009年 那时候东北吧 4月份 5月份也会下雪嘛 白天下完雪 会下雨 然后落到地面上 都变成冰了 那个高速公路上 都是像镜子一样 我当时有两个员工 在高速公路上 就发生了车祸 这个打击 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然后我 我当时还怀疑着运 我现在就是都告诉我们员工 只要天一黑 咱坚决不上高速 就是一定要安全第一位 在这个车祸之后 5月份 我那天是这个 去吉林出差 在宾馆里 凌晨5点多钟 就给我来电话 说着火了 我一下子床上就下来了 我哪着火了 家里热火了 我就赶紧开车往回走 当我到我们工厂的时候 房盖都塌了 满院子都是水 车间里那个梁 都给都让水给泡了 因为小莽队会救援嘛 就我们的员工 在我面前 每一个人都去黑的 因为着火烧的去黑的 只能看见两个眼睛 然后我们那个厂长 从房盖掉下来了 还腿摔断了 就是赚了1000多万块钱 投资建厂 事业干得灰灰火火火 一把火给我烧到解放钱 不仅烧到解放钱 我还欠农民的钱 欠供应商的钱 我还欠了几百万块钱 这个天塌下来了 然后我就想着 可能我不适合做生意 我就这个处理完了 这个火灾的后事之后吧 就给员工放假了 因为我当时我爸爸也是身体 就一直在恢复这些年嘛 他们和我妈妈生活在厦门 我就放假 上厦门 上厦门了 在厦门待了两个月 我就每天就是 也没有任何的想法 然后就行驶走肉一样 出去瞎走啊 瞎逛啊 也没有什么想法 反正就是 昏昏噩噩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 这电话一直关机 有一天我就把手机打开了 那时候也没 不是像在正的手机 来了好多短信 短信就大概有员工啊 有客户啊 给我发的信息 然后我也接了很多电话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当时接了一个 浙江的客户 他就给我打电话 张芳 你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你可以不干了 但是我们卖你凉 卖你米都卖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这个消费者 都认你这个品牌 都认你这个产品 这个你不干了行 我们怎么干 我们怎么办 我这个还有这个 一直卖你的粮 就你对我们不负责任呢 就他就把我骂醒了 所以我觉得 原来我还被这么多人需要 你就是人家的一环 就你要是缺失的话 人家可能其他的事 他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对 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买机票回哈尔滨了 当我回到工厂的时候 我所有的员工 我这农民 我这合作伙伴 一些客户都在厂里等我 就让我特别感动 他们都觉得我还能行 我就想我这个 我一定要给他再给干好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回想起来 那场大火 对我来说就是浴火重生吧 现在能这么说浴火重生 但那个时候真的 你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 年轻吧 说心里话 就是缓一缓 想一想 我经常一个人开车 就在路上就哭一下 因为你回家不能跟着父母哭 你在单位不能跟着原空哭 就一个人开车 就哭一会儿完了就好了 就是 就是会有一个 经常会有这样的过程 就是 年轻嘛 反正就是缓得也快 就继续干嘛 说心里话 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 因为啥呢 粮食行业很卷 本身利润就很薄 有的时候 真就几分钱的利润 然后我一直也是坐着大米嘛 大米其实说 很多的大厂家 大品牌呀 我是一个小孩 从实力 从能力来说 都不如人家 我就在想 哎呀 这怎么办 这个我不行 我得干自己的品牌 我永远不能当中间商 赚差价 我要研究怎么做市场 我去广东出产 广东的客户请我吃早茶 然后这个广东的早茶 就各种的粥 红豆一米粥啊 这个花生藜麦粥啊 包括紫薯黑米粥啊 又好看 又好吃 我吃的时候 我在想 哎呀 这里边这么多的五穀杂粮 全都是你们有的 这不是我们村里种的吗 因为我们也做这个 以前就做水稻啊 大粮比较多 我这些杂粮 我们村都种哎 我们周边的老百姓都有啊 因为山地都是种穀穀杂粮 特别好嘛 哎 又这么好吃 然后我就这个 就发现了个新的商机 回了哈尔滨 我就天天跑农科院 因为啥 有些古物吧 它是香科的 不能匹配 跑农科院找 你有时间陪家人吗 我想每个创业的女性 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孩子出生之后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带 我记得大概一两岁的时候 小朋友看这个 这些一些书刊画册 女同志的图片啊 都叫妈妈 然后再大一点的 两三岁会走路的时候 每次出差啊 离开家 他都会抱着我的大腿哭 妈妈你不要走 就是会有这样的过程 然后再上小学的时候 我也感触很深 就是每天 因为毕竟做生意 有一些应酬吧 加班呢 没有办法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小朋友已经睡了 然后当我早上起床之后 因为东北上学早 六点半就上学了 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走了 就说一两个星期 都没有见着孩子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大概回想一下 他小朋友十岁之前 我陪他 就算出去休假啊 旅游啊 都没有单独跟孩子 待过五天的时候 人家说 你一年没有待过五天 我说十年没有待过 就是单独待过 五天以上的时候 没有过 所以说 对孩子的真的是陪伴啊 太少了 那孩子现在对您能理解吗 小朋友 现在已经十五岁了 青春期刚过吧 我这个右腿吧 脚踝春节前骨折了 所以只能在家里 卧床躺着 然后儿子会把 我从床上抱到卫生间 卫生间抱到餐桌呀 就是我突然觉得 我好温暖 这个孩子没白养他 这个就在我 我这个不能动的时候 都能暴动妈妈了 能暴动 然后我觉得吧 因为我父母现在 就是年龄也不是很大嘛 就是平时 其实陪伴父母的也不多 有时候会 单独安排的出去旅旅游 但是我这次生病的话 就是 就是以前吧 上班就是 掐着点走 你知道吧 有时候父母 这个把这个早餐做好了 没时间吃 就真的就 就那个五分之中 真的没有 掐着点赶紧跑 然后有时候 其实对父母来说 那个娘吃到她早餐 她很幸福的 所以这次生病 我妈说 这回跑不了了吧 你这回不用 掐点走了吧 一日三三都在家吃了吧 然后他们 父母给我做着饭 我吃着她做的饭 他们觉得很幸福 包括我爱人 从她上高中开始 她也没有修过 这么长时间 她修了26天陪我 所以我这次的生病吧 让我有一些新的感悟吧 就是对人生啊 对我们的价值观呢 然后我觉得 有的时候 你的事业再做的 再辉煌 你赚再多的钱 她也不是人生 真正的追求 她还有生活的一部分 还有亲情 然后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 所以说 让我自己也有一个 自身的一个感受和成长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就是你有没有想要 感谢一路同行的人 我是在1314年的话 做了我们一个 和良浩克的全国连锁店 现在有大概400多家店吧 我这个首家店的 创立的时候 有一个女员工 算是您的这个 企业的现在是什么位置 是我们一个销售 销售经理 销售经理 对对对 行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好的 好 来让我们一起有请 创业主任务人 王凯蒂 欢迎她 珊娜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欢迎欢迎 我是和良的销售员 王凯蒂 凯蒂你好 在这些年 就是跟着你的老板 一路走过来 你觉得他对你 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对我帮助特别大吧 在生活上和工作上 都给了很多关心和照顾吧 那你从他身上 你觉得学到的最大的 应该说收益最大的是什么吧 坚持 坚持 对坚持 就是我们在 遇见很多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要去放弃的时候 总是他能提点你 一定要坚持下去 后期呢 我也是这样的 那你是怎么从这个基层做到 说开始让老板注意 然后又调到总部 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呀 那个时候 我是一个人在哈尔滨 家是下面小县城的 就是你看我是门店店员 工资特别低 我当时理解我的工作就是 看着货 不丢就行 然后没事打扫打扫尾声 所以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的工资 特别少 然后呢 我就觉得那会我30岁呀 我这个 这不是混日子吗 这样过也过不下去呀 大概也就干了半年左右的时候 刚好老板寻店 我说领导啊 不行啊 我这撑不下去呀 都半年了 我这个一个人在哈尔滨 我还得租房子 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 我不够花呀 你就直接当人面说的吗 对 我就找着机会 正好老板在银台那块 我也在那站着 我就找着机会 其实想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很久了 刚好赶上老板那个去寻店嘛 你胆挺大 胆挺大的 其实也是很纠结的 也是很害怕很纠结的 然后找着机会 那得说呀 那会儿年轻 三十岁 你说一个月挣1300块钱 你咋过呀生活 然后就找老板 老板说 当时也就是同意 也说 那就回公司吧 公司新成立的销售部 你去多学习 是这样 他当时跟您说的肉 您当时怎么想的 不干了 肯定有原因呗 不干就几点 第一挣不着钱 第二是没有发展 因为啥 我们公司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销售人员需要 需要这个人才 因为凯蒂吧 我对她的印象 就是很聪明 然后又以伶俐 长得又好看 所以说 我说你调到公司销售部 你干干试试 一干就不可收拾 一直就是 业绩都非常好 她是不是少数的几个 赶在您的面前 跟您直接提出 我不干了 挣得太少了 我是属于 理论是这样的 销售里面没事的 就是总去烦老板 那种的 没事就打电话 领导我遇见什么问题了 你看能不能帮我 找找谁呀 或者帮我解决解决 我就是这样的人 比较烦人的那种 碰到这样的员工 怎么办呢 就是没事 天天找老板 老板我遇到啥问题了 我觉得就 她用她的结果证明了 这件事是对的 她其实通过这个沟通 是增加她跟老板之间的 一个缩减 最多的这个信息差的 这个部分 这样的话 才能够形成 他们俩做的这个 她能成为很核心的 员工之一 我就不太喜欢 天天没事找老板的人 我觉得分阶段吧 有些企业发展初期 比如说员工 他可能基层 你有时间带他 但很多时候 有很多项目 很多公司 他时间是等不起的 那这个时候 就为什么我们要需要 总是从外部找一些 更高级 或者是有一些 力量的人 来在公司里面 担任一些职位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公司在发展阶段当中 你等不起 你需要有一个 能独当一面 或者是有经验人 他能把这扛起来 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等他成长的 其实我很喜欢 有能力的员工 来找 有诉求找我 我一定全力以赴 地支持他 因为支持他 就是支持我自己 对 那你在就是 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从一个最基层的员工 做到这个销售部的经理 就这个过程当中 你遇到过什么困难 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哎呀 遇到太多太多困难了 刚开始的时候 那会儿是负责 黑龙江的市场嘛 负责黑龙江市场以后呢 就觉得自己行了 那时候黑龙江的客户 开了很多呀 然后觉得自己可以了 刚好公司那会儿 要拓展南方市场 要做江州户 哎呀 我就主动 我说领导我行啊 你派我去吧 领导说你去吧 做个前期的调研 当时也是去了啊 到了上海以后 约了几个大的经销商 那个时候上海的经销商 经销商一年 都是做几个亿的 那是很大的 哎呀 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去拜访客户 到那以后 然后又介绍产品 又介绍公司情况 哎 介绍得很好 当做到一块 去谈这个合作的时候 完了 听不懂 人家一讲说 你们公司开始 就是做南方市场了 那你们的布局布点呢 规划呀 是这些 完了 我就流汗呢 一直在流汗的状态 我中间我不记得 我就是人家讲什么 我说什么 我觉得我什么 都回答不上来 因为我不懂 然后我就 哎呀 流着汗 后来我只记得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那个二位领导 我说 我们公司呢 开发南方市场 派我过来呢 是做一个市场调研 我说那个 我这两天 我再约我领导的时间 再来拜访 我就灰溜溜的 就从人家办公室出来了 出来以后 我就流着眼泪呀 就觉得自己 啥也不是 你还觉得你自己行 然后跑到上海 真是啥也不是 然后流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不行 我就想 给领导打电话 打不打呢 不敢打 真不敢打 因为你出来的时候 信誓旦旦的出来了 然后你这会儿 打不打呢 后来就打 然后拿起电话 给领导打 领导 我说我谈了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客户 但是我没谈好 我说领导 要不然我约个时间 您到上海 我们再去谈一下吧 我说就这一次 他说行 然后我又约到 那个客户的时间 好 人家也给个机会 然后呢 老板又飞到上海 我们俩一起又去 谈了一下 谈了一下 老板对老板好谈呀 就是大方向的东西 直接就可以确定 然后我呢 就留在上海了 我们这个 一个大系统就打开了 每个月都有新合同啊 每个月都有新客户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真的就是有一个 质的飞跃了 在工资上 你就应该是拿到 销灌了对吧 大概一两年以后吧 销灌了一期销灌 这个张总 应该算是 企业也步上正轨了 然后现在也特别的成功 就您现在回头看 整个企业发展到今天 您觉得创业的 这个这一路上呢 最支撑您的理念是什么 最支撑理念 我觉得有三点吧 第一呢 我想就是坚持 如果你选择创业呢 你就在这些路上 一直坚持 第二呢 就专注 就是你干一行 爱一行 就像我们每天 在做着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就特别热爱的 我做它 我很开心 很有幸福和成就感 就是要专注 一个事业 一直干一生 然后第三点就学习 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持续学习下去 因为这个每天的 对互联网也好 信没挑 就是这个包括现在的AI技术 就是不断地在迭代 那么一定要持续学习 才能持续发展 持续成长 特别好 这三点送给所有的创业者 创业者们 接下来我觉得 咱们就赶快尝尝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杂粮粥吧 就经过这个专门的配方 有不同的种 是七天七个样是吗 是 每天早餐不同样 每天早餐不同样 想要家人身体好 五股杂粮少不了 这个和粮的一天杂粮粥 每天早餐不同样 来 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这个杂粮粥 上道具 现在我们看到桌上呢 已经呈现了 我们各种各样的杂粮啊 现在大家可以 这个打开抖音啊 搜索我们那个 创业面对面的抖音直播间 在我们那个 创业面对面的抖音直播间 我们现在就正在热销着 我们那个张总 他们家的杂粮产品啊 大家可以去选购啊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 价格有优势嘛 对吧 这个张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您的企业的一个成绩 到什么样的 就是企业规模啊 之类的 好的 19年发展过来 我们是从一个小作坊 发展到现在 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已经连续了两届六年获得了 同时我们也连续了十年 获得了中国大米加工五十强企业 还连续八年了 获得了中国杂粮十强企业 我们现在排名在全国第三 说我们在黑龙江有20.7万亩的种植基地 有机和绿色认证的面积超过了10万亩 我们在俄罗斯的阿姆尔州有75万亩的种植基地 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还有6万亩的大麦种植基地 那我们在黑龙江省呢 有6个生产加工厂 还有一个核粮生物的深加工的燕窝杂粮轴和花椒杂粮轴 包括我们今天带来的即时主食的深加工的工厂 那我们三产不断地营销 在全国的话有48000家KAKB类的商商联锁都能看到我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现在服6000多个这个渠道商和经销商 我们核粮一田的这个品牌啊 我们在全就世界博览会上获得过17次的金奖 同步我们核粮还有在武昌有两个工厂嘛 武昌的朝鲜族盗作技术的武昌大米 我们是走进大会堂17年的武昌大米 那么也是三次在国际大米节上 我们这个主流道4号 道花香2号 在国际大米节上获得过三次金奖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真厉害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桌上的一些产品吧 这个是 这个是杂粮粥 杂粮粥 就是每一位我们那个观察员老师手里都有的对吧 你们手都有什么杂粮粥有杂粮对吧 这个是女神粥的米糊 米糊 一听女神粥 当然男神也可以吃了 这个女神粥呢是由八种红色穀物搭配而成 大家都知道吃啥补啥 这个八种红色穀物有什么呢 雪糯米红米赤小豆 这个红枣桂圆枸杞红云豆 还有红皮花生 就这个是吧 这个打出来的女神粥米糊 原生态的穀物啊 我们一定要多吃地里长出来和树上长出来的东西 那么你们面前吃到这个女神粥就是由这八种穀物搭配而成的 这个是我们的单品销量过亿的产品 这个女神粥啊 这个米糊特别好喝 是不是用那个破壁机之类的设备把它加工一下 没错 家里有破壁机都有豆浆机都可以 你把这一袋啊 倒到破壁机里 然后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吃了 口感非常好 而且你能喝到它这个穀物的甜味和大枣那个香气 桂圆的那个味道 就是它给混合之后它就无任何添加的 所以说我们今年带来这些产品都零添加的 就现在就一定要追求很多年轻人追求营养 追求健康养生 你就吃它 马瑞你想问多少钱是吗 我已经在搜了 已经下单了 下单了 好嘞 我第一次遇到我很想卖的产品 一个专场来了 对 我都觉得我很想因为我也自己做直播带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产品 它的跨越的年龄层比较高 比如18岁到50岁甚至60岁 然后男性女性男女老少 所以这个产业我觉得可能 甚至可能你们说去年做30多个亿 我觉得它是可以充百亿 甚至是大几百亿的一个生意跟产业 是这样的 对 所以你的直播开始的时候 我可以当你的主播 好 可以 这就已经搭好直播的厂子了是吗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之后的这个频率 我一定跟你好好地合作 谢谢老师 这一款的杂粮粥呢 我们有30个口味 有17种口味 12种口味 30种口味 就每天30天 每天早餐不成样 我说得过了19亿袋的 卖的就这款产品 为了让孩子们多吃粗粮 我选择了这种搭配好的 今天早餐换样吃 星期一南瓜糯米粥 星期二配牙红枣粥 星期三玫瑰红米粥 星期四红豆小米粥 星期五 葡萄莲子糯米粥 星期六枸杞莲子粥 星期日核桃黑米粥 没有时间做的妈妈们 可以选择周款期日粥 到手一共12包 每天一包非常方便 这个一袋够一家两三口人 吃一顿的早餐 口感非常好 又营养又健康 这个早上就直接 放到锅里面煮就行了 煮就行了 如果这个很多人没有时间 你晚上放到电饭锅里 按成自动键 早上直接打开吃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一袋就够家里面 两三口吃了 这一袋 没错 主要它什么呢 它是膳食搭配 科学配比了之后吧 老人孩子都喜欢 哎呦 这个好哎 比如这个是 紫薯麦仁粥 这一共有多少款 就是这种的 一共有多少款 现在我们这个开发的产品 现在也有一百多个 这个品类的粥 但是这一款 有十二袋的 就十二个口味 还有三十 三十袋一盒 就是三十个口味 那个我们是做瑜伽的 其实瑜伽也是 让人从内在美 今天我受到很多启发 因为瑜伽也是 把人分成各种体质 也是 未来我们现在都是给大家 提供同一种产品的粥 我们也可以研发 不同体质 和不同的粥 让大家更细致的 更细腻的服务我们的会员 挺好的 受很多启发 谢谢 还真的是 不同的体质 和不同的粥 不同的粥 我给你生产就行了 你要啥样 我们合作 都有配方 是的 现在大家可以 这个打开抖音 搜索我们那个 创业面对面的 抖音直播间 在我们那个 创业面对面的 抖音直播间 我们现在就正在热销着 我们那个张总 他们家的杂粮产品 大家可以去选购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 价格有优势嘛 对吧 它那么方便 就是大家 就一小袋包装 小袋包装 最老能 而且他很用心的 都找农科院的老师 是的 他很注重 这种粮食 这种结合 对 真的今天品尝了 张芳的产品 然后又听到 他讲的故事 真的很棒 非常优秀 特别优秀 谢谢 我看到有什么 雪子粥 这专门适合孩子的 对不对 没错 家里面有孩子的 这是雪子粥 这个是我们经过 三年多的研发 这个雪子粥 你比如这个老师 这个是麦仁黑米粥 你看它含有什么 含有心 然后这个清科台杆粥 它含铁 那我们这款 就是给雪子粥的 就补充了钙铁 心锡 甲美铜 它都含钙 那这一袋呢 一个小朋友 正好就从六岁 到十八岁的话 你就吃它 我们没有别的添加 全都是原生态的穀物 因为它这些穀物 它就含有这个成分 这个穀物都是纯天然的 然后检验检测 它就是含有这个的 我们进行膳食科学配比 无论是咱们的杂粮粥 雪子粥 还有我们的醋粥主食 都无任何零添加的 都知道吃五穀杂粥 食补 食补嘛 对 就是其实食补是最健康的 你刚才我听你说 好像还有什么相克的 有一些 有些穀杂粥是相克的 你比如这个 培牙和薏米就不能在一起 那么我们一定要 规避这个风险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 进行科学配比了之后 然后更加营养地搭配的 这个一袋就还是能吃 一顿有点多是不是 吃一顿可以的 因为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 可以 它不仅可以煮粥 当然它可以煮饭 也可以跟大米一起混着一起煮 也可以 当然它可以做五穀豆浆 还可以打米糊 就是怎么个吃法都可以的 对 对 而且这一袋挺方便的 现在大家可以打开抖音 搜索我们创业面对面的 抖音直播间 在我们创业面对面的 抖音直播间 我们现在就正在热销着 我们张总他们家的 杂粥产品 大家可以去选购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 价格有优势 对吧 我觉得其实他们很棒的是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线上的店铺的评分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他们卖了有480万单货 并且他们的店铺评分是5.0分 5.0分就是满分电商 因为我们的店铺也是 我们知道 运以一个线上店铺 能达到5.0分是 产品的品质 前端 中端 后端 所有的服务 客服 整个所有的系统是全产业化 来去服务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 对 好厉害 就是卖的销量那么高 然后评分还那么高 就是我觉得我会想它的场景 比如早上的时候 家人都可以喝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粗粮的话 我们家老人特别适用 尤其家里老人有糖尿病 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吃这个特别好 它很有场景 对对确实是 就是这个特别适合老人 适合孩子 三高人缺的 对三高人缺 都是吃粗粮好 我们这些技术 这些的粗粮 是我们去年才开发的 比如这个三色藜麦的窝窝头 还有这个原味的窝窝头 还有我们的粗粮粘豆包 它这个口感都非常好的 主要它是零添加 它低脂 低糖 低卡 然后呢 每一个口感都非常好 很细腻 就是老师们可以尝一尝 主要这款是我们的 巴士杀菌的高蜜菌技术 然后我们在网上拍完了 到家里来的时候 你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喜欢吃粗粮粗食 但很多人不会做呀 那么你到家里 你一蒸 蒸个几分钟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就是很方便 对 这个 对于这个三高人群 我今天看了你的产品之后 我特别的有想法 因为我整个全网 有三千万粉丝 我们去年是做了单品 也是破了一个亿的单品 我觉得我也很愿意 给你做联名 因为我自己 是超级的主食爱好者 你看我已经吃完了 我今天吃的 应该是全场最多的 很棒 我觉得特别好 那我觉得有八个字 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欣赏和敬畏 就是一生一世 一世一生 这我相信是你一直做农业以来的感受 你这个感受我能感觉到 非常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些新的思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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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芳他自己已经是一个企业家了 我觉得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能力再给 在这个领域给什么建议啊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角 咱作为一个产业链 多少有交集的角度呢 目前咱们 中国对于整个我们全行业 包括食品工业 食品科技领域 对于高精尖的科技研发 其实有更大的投入 从支持的政策来说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在带队几个重大的 跟农科院也好 中科院也好 有几个项目 所以这里面跟食品相关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粮食的角度 有一些科研的视角 是可以来做一些合作的 就一些 这个先进技术的应用等等 太好了 非常需要 谢谢老师 我就没有别的 我们就有一些产业基金 可能想找一些好标的 投点钱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这个最直接 我没别的 我就有钱 你们需要吗 非常需要 谢谢 谢谢杨总 今天收获怎么样 收获太大了 突破百亿又快了 马上了马上了 就在24年 就在24年 今天非常感谢张芳能够来到我们的创业面对面 我想在这一路的创业过程当中 就是你肯定有很多要感谢的人 但我觉得你最应该要感谢的人 应该是坚韧不拔的 就是努力深耕 就是这一片土地的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和舞台交给你 对自己说点什么吧 好吧 好 来 有请 小时候 田间地头 是我快乐的基地 长大后 目光所及 都是希望的田野 现如今 我所有的粮食基地 都是我对农民和消费者的承诺 愿我们所有的努力 都能换来 未来可期 愿农民的辛勤付出 都能换来 风调雨顺 我是农民的闺女张芳 感恩黑土地 感恩所有人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我是大卫 欢迎各位企业家 欢迎你们的到来 今天很高兴 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新朋友 他就是中顺节柔集团 首席内容官 吕白 欢迎你 吕白 中顺节柔集团 首席内容官 中顺节柔职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首批A股上市的 主营生活用职企业 是其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 多元化集团企业 公司有八大绿色生产基地 年产超百万吨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同时远销多南亚 东北亚 大洋洲 北美等海外市场 吕白 现任中顺节柔集团副总裁 兼首席内容官 一亿粉丝操盘手 内容营销专家 福布斯及胡润 三十位 三十岁以下杰出青年 百万畅销出作家 助有从零开始做内容 爆款内容的底层逻辑等 十一本畅销书籍 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 王亚云 职场观察员 文杰尔 还要来认识一位新朋友 也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 阮高明 欢迎你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从清洁工到总监 哇 这是个励志故事啊 爽文啊 来吧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 原清洁工县总监 当然也是前总监 走上舞台 欢迎 王文强 二十九岁 青岛科技大学 商务英语专业 这位企业家 主持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文强 我的应聘宣言是 人生需要做减法 职场 一是如此 我的一项企业是杰鲁集团 工作地点是深圳 期待薪资是两万 谢谢 好 欢迎你小伙子 你这个西装双排扣的 对 是三件套吗 没有 你里面这个内搭 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 哦 它是多加了一个杯边是吧 对 对对对 哦 很得体 很职业 和你一对比的话 我觉得 阮高明就明显的 更像一个 对这个节目的代板和敷衍 我走 哥 不是 不是 你先坐下听我说 就彰显出 他是职场人 你是未来的一线明星 别这么说 懂了吧 哎 你点评一下他这衣着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体面的 真的有求职诉求的人 他在告诉我 他敬重这个舞台 那我也应该同样的方式让他的付出 对的 我要敬重他的这份求职 我为什么要看他的衣着 你原来是清洁工 是的 你这就是爽文男主啊 你是在国内的哪个地方做什么样的清洁工作 在国外的邮轮上 我的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就是做清洁工 哎 如果今天现场还有类似出海的邮轮类的工作岗位 你还会考虑吗 呃 那要看岗位的适合度是怎么样子 适合度 对因为我在邮轮上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达成了我想要的那个目标 你当时最高的时候年薪多少钱 30万左右吧 什么岗 主持人 魔术师 整个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呢 我高考的时候呢 是考上了本科 四年的学费大概需要10万左右 然后我的父母呢 就是普普通通的务农的 这四年的学费承担 他确实是有一点吃力跟压力的 即使学完了出来 其实对于我艺术类去应聘工作呢 相对而言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父母回来之前呢 我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就是把陆续通知书撕了 然后跟父母说 我说没考上 哎呀真的 这个也网上有过类似的那种报道 那你现在后悔不 我现在不后悔 因为纵观整个的 我的人生经历来看的话 我现在所有的这个同龄人 包括上了类似同专业的这些同学们 目前为止 无论是在这个艺术领域 还是说在商业领域 我觉得我还是混得算比较可以的 就是说你有信心 即使没有那一纸通知书 不上这个大学 我也一样能够走上 我自己人生的巅峰 是的 给你点赞 是的 谢谢 但是这个吧 有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以至今天你站在这儿 你拿到了30万 对吧 你这样说 如果你年薪3万的话 恐怕你也会后悔 你当时撕那通知书 如果要不撕呢 对吧 后来我就自己想方设法去谋出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意外地在网上看到了 全球第一大邮轮公司 在国内去招聘 然后呢 我就在他所有招聘的岗位当中呢 找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岗位 这个岗位就是娱乐活动的主持人 来 我请教一下黑锦 通常像这种国际大型邮轮公司 招聘的时候 这种面试的难度怎么样 他的面试是纯老外在面 全程没有一句中文 明白了 然后更多的是要看他的实际岗位 工作能力 好 你面试的时候顺利吗 我面试的时候不是特别的顺利 早上7点钟进去的 晚上7点钟 我最后一个进入了这个面试场 当时考官问了我五个问题 听懂了三个半吧 反正那半个我回答了 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他问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听明白了 他说 如果我给你一个清洁工的岗位 你干不干 那我当时在想 我说这还能难道我吗 我以为这是一个大企业 对一个员工的考验 对吧 他不可能让我真给我个清洁工吧 我说干 我刚关了那个面试室的门 然后我的手机就登登登的响了 主持人 不是 打开一看 清洁工 漂亮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去还是不去 去了吗 我最终的选择是去了 擦地板 对 刷厕所 对 擦玻璃 对 而且加勒比的要求很严格的 非常的严格 他每次检查清洁岗位的时候 他要准备四副手套 是的 然后他会用强光手电 对 以反射的方式 对 你疯了 你一个干主持人的 你要是条汉子 你别去 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要是条汉子 我就应该去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 走出来的农村的孩子 那么我想要改变我的命运 或者说追求我想要的 那么我就要先踏上那个平台 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踏上 那么至少我有一个机会 所以当时我没有任何的选择 我说去 哪怕我回来之后 我依旧是清洁工 那他是全球第一大邮轮公司的清洁工 他是上市公司的清洁工 我回到国内去任何一家酒店 我可能就不会再去干一个清洁工 所以说我当时就选择是我去 最难的点是在于我垃圾分解 不单单是身体的劳累 而是精神的崩溃 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好大学生活 但是我在一国他乡 然后全村人都知道我出国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干啥 但是你在国外去捡垃圾 下次同学在问你在国外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告诉他 我在国外从事环保相关产品 后来我就给自己打气 把这些两大袋垃圾拎着 放那个垃圾分解房 往那个台子上一放 然后我就很正式地 啪 啪 啪 倒退三步 我就喊一句话 我说成大事者 必先苦其精致 老其精 喊完了之后 然后我再往前去走 然后再去分解那两大袋垃圾 我觉得此处应该给他点掌声 这个合同结束了之后 然后刚好有这个职位的空缺 那我就升职成了这个主持人 然后再后来在邮轮上 就开了自己的专场魔术秀 然后陆陆续续跟随邮轮 去悬演大概了 差不多有三十几个国家 你今天有才艺吗 面试 有才艺 展示我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 那个多无聊啊 现场变个魔术 你变魔术有准备吗 这个我不能强热 我随便来就可以了 没关系 可以 是吧 可以 可以 好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 非你魔术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魔术 我在展示之前 我要求我们的这个 学家或者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去打一个配合 当我一个魔术效果在出现的时候 要大家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的 就是 哇哦 哇 哇 特别好啊 那我要开始表演了啊 我要眨眼 三 二 一 哇哦 哇哦 哎 有的朋友可能说 哎 这个多无聊 对不对 你都糊涂小孩呢 下面我要展示这个 就太神奇了 朋友们 保证你们没有看过啊 来 看好了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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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说像我这种观众该怎么玩啊 选择性的看不到 对 就是别人可能会现场是 这个一个拖 两个拖 我一般就是现场全人拖 好吧 谢谢 其实更多的是互动性 因为客人是这种零散型的这种活动 我们要用很短的时间 把客人所有的集中力都吸引在你身上 我觉得他这个做得特别好 至于你表演什么 我觉得不重要 要让客人开心就好 是的 那你后来为什么下船了呢 然后我下船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邮轮上 我该实现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 走的路越多 你就会发现 你对中国这片土地爱的生辰 走的路越多 你就会发现家是如此的温暖 走的路越多 你就会发现 对那抹中国红是如此的热爱 所以我特别感恩 生在这样的一个伟大 自由且平等的国家 那么给了我出去看世界的机会 也给了我回来 自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选择回国 然后创业 因为我当时在喜马拉雅 做了一档邮轮求职类的讲解节目 在当时是处在一个 Top1的一个位置 所以有很多邮轮圈的朋友 知道了我 其中这个合伙人 也是因为这个找到了我 他说那你去做前端的宣传 我们来去做交付 所以就这个样子 我们传承了第一家公司 主要是去做前端的自媒体的营销 后来我觉得这个有发展的限制 那我就去了深圳 然后做了第二家公司 做的是青少年的游学 研学 主要做产品研发 产品设计 以及说产品设计出来的时候 在自媒体上去做推广 你今天是带来了两个PPT是吧 对 这个是我近一到两年 然后操盘的一些IP 其中有形象美学的 然后家庭教育的 还有商业类的 包括餐饮的矩阵类的IP 然后还有法律类的 包括电商类的 还有人工智能的IP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IP大概变现的话 差不多最少的有六位数 多的可能要到八位数左右的样子 然后今天主要讲两个 第一个怎么把我投资的实体业 然后餐饮相关的内容 然后去打爆 那主要是分为了两个方面 然后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2B的 我主要抓住了一些 中小企业主的一些痛点 就是他会有一些商务接待的部分 那这些商务接待的部分呢 只能是去吃饭 但是他没办法帮他去解决 比如说这个实力背书 软硬实力的背书 或者是帮他去促成一些 这个谈判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说你本身 每年也要吃饭的这个钱 你把这个吃饭钱都给到我 就相当于你投资了 我这家实体的餐厅店 你投资了之后 那我会稀释一部分股份 然后出来只有分润权给到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来吃饭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主人翁 我会帮你去促成很多东西 我们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把全年的餐位全部卖完了 第二点就是 在线上去做营销 免费培训 但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在我这儿培训了之后呢 你要给我交1000块钱的励志币 这个励志币就是保证 你要把这个课程学完 然后发完100条视频 那我就把这个钱就返回你 我要保证你学会 学完了之后呢 你没有变现的点 好 那我这个实体业就在这儿 我这个餐厅就在这儿 那你来去拍我的餐厅 那么100个人里边 总有人是跑出来的IP 100条视频里 总有人是能爆掉的 通过这种模式 然后呢 我们线上最高的时候 一天卖出了600单 那同时呢 也跟B端的这个企业 然后做成了一个闭环 就是你在我这儿吃饭 可能花了2万3万 但是如果做得非常不错的时候 线上的C端卖得特别好 甚至有可能把这2万块钱 又返还给了你 但是又把你的商务的局 给你传承了 是这个样子 你这个是主要是想做IP呢 还是想做分销呢 主要是分销 然后我是通过 举证式的这个宣传 然后达到了给企业 做分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我请教一下君姐 线上最高销售记录600单 但是一般这个 不应该看最后的合销率吗 可能是团购单 可能600单 它是获取的例子 这些人如果到店要合销 对啊 合销的时候 他就会有到店的消费 所以我这600单 你课单价多少 课单价是127块 对 120多 其实我从专业角度来看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超级IP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不可能 谁能做出一个超级IP 我觉得都是不现实的 就是新媒体本上 其实就是一个概率游戏 你发的足够多 而且你发的足够 跟那个包款相似 就会火 然后呢 下面就是讲 我最近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做的一个 人工智能的案例 那我这个做的是支付费 那可能一提到支付费 别人就会觉得 哎 割韭菜 但是我为什么会说 我做的这个东西 不是割韭菜 而且我们做得非常的好呢 是因为我们 是针对的中老年 去做的养老的 可能价大概是200块 然后呢 我们起IP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做了差不多 50万的业绩 主要是解决中老年 比如说空虚啊 孙子孙女啊 教他怎么去辅导作业啊 你想要去练个什么东西 你不会 那通过人工智能 去做交互 我理解一下 实际上你用了 能教老人家 怎么适应时代 用人工智能技术 比如说今天豆包 我告诉他怎么提问 就这个逻辑对吗 对 就解决他生活当中 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懂了 懂了 那我们的交付 是远远高于 他的这个期待的 所以我们的好评率 是非常高的 你交付的品是什么 我交付的品 就是知识付费 退款率只有2%啊 对 非常棒的 我觉得还是很炸裂的 这个我非常自信地说 而且这2%的退款率 是因为中老年人 可能身体有一些不适 说我今天感冒了 我学不了 我今天我腰痛 我学不了 那我退了吧 那最后我们的社群运营 私域运营做得非常好 甚至跟这些中老年人 成为了朋友 你们做的平台是视频号吗 还是说加起来 因为视频号的中老年群体 是比较多的 然后也是相对而言 对标比较不错 你的投流的IL怎么样 我们不投流 我们纯自然流做的 纯自然流操盘 对对对 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还要出来找工作了 特别心累 就是我的心力 可能不太适合 去做一个公司的老大 然后我可能会更适合 做二把手 甚至二把手都不适合 我可能适合做三把手 那如果说你到 找门任何一家公司 让你做的事情 还是一样的呢 我要找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基本盘是稳定的 然后它只需要我 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进入到这家企业 那么我只需要专心 去做我擅长的东西 我觉得曾花这个问题 你没回答他 你不想当老大 但是如果你入职 这十分之一一家企业 很有可能在这个业务板块 你就是这个板块的老大 说他不想当老大 那个心理 我特别能理解 真的公司老大 是对绝对结果负责的人 但是一个部门的 一个负责人 只是对一个所属的渠道 是的 和业务负责的人 其实你的压力和心力 以及说你的抗风险能力 会高很多 你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这个成功案例 它很容易见顶吗 项目都是有周期性的 就如果靠我自己去发现 各种各样什么 去测项目 然后从零到一去做 其实非常的累 我更希望做一个长久性的 项目的周期 是不是就是你在职的周期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IP扫板手 或者说我作为一个 懂得如何去做流量 如何去获取客资 它本质是对人性的理解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技巧 那么当你对人性 足够理解的时候 你就如何知道 抓住那部分对标的人群 你没有正面回答 大卫老师的问题 我不觉得我是会有周期的 因为任何的企业 它都需要获客 那我的部分就是 帮助企业去获客 除非企业没有了 那你怎么能够持续在这家企业 来帮助它去获客 然后并且愿意在这个岗位上生扎 这家企业的产品是变的 或者说用户群体是变的 但是获客的技术 它是不变的 它所有呈现点 让我们感觉就是 它有一个时间止损点 确定完这个项目的周期性 和它的收益回报之后 它就能要给自己做一个止损 所以其实我跟大卫老师 我们俩最关注的是 你怎么能确定 现在如果未来加入任何一家企业 你对于它的行业周期 和岗位 你的晋升空间那个周期 止损点在哪 看它的过往履历 其实每一段也都挺长的 其实在新媒体行业里 能稳定地工作一年 在我看来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那它到你那儿干一年就走 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因为它是明显 它能带团队出来 这个模式非常好 而且它也不一定就走 它可能说这个项目上 它觉得它已经成熟了 它只是可能再换一种方法 而不是换一个公司 其实今天你拿到的任何岗位 都是你未来下一步 play当中的一环 对的 好 OK了 我更喜欢你了 励志 刻苦 有自屈力 坦诚 这就足够了 我们是做实体产品的 脆生生薯条 看您过往的精力 都是支付费方面的 那如果我们实体产品这块 想做新媒体营销 您的思路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要找对标人群 至于怎么能找到这个对标人群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一些方式跟方法 然后在这个内容的基础上 然后再去创新 其次就是能代表你品牌形象的一个主播 只要他能这个方法是打通的 那就按照这个方法往下去延伸 然后不断地去尝试 新的一些营销的点 包括营销的这些内容 然后从而去横向去扩 不断地去优化标签 然后去打 然后打到纵身的时候 你去投付费也好 或者说你去打矩阵也好 从而就做起来了 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你下一份工作的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 我最核心的诉求其实是成长 就是整个公司有我可学习的地方 有我可往上攀爬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点 因为我如果我自己做的话 就像大卫老师说的 他天花板就在那 但是我想沿着吕白老师的问题 希望你回答得更直接一些 比如说你需要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些团队的伙伴去配合你 帮助你快速了解这个企业 或者了解这个产品的过程 至少要有一个新媒体相关的一个基本盘 而不是我去了之后 基本盘包括什么 本身你已经起了这个项目 然后你有这个拍摄啊剪辑啊 包括主播啊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的运营 那我去了之后 可能会去做一些增量的部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新媒体的平台 你都可以用你的学习的方式 快速地掌握它的规律 并且在一个团队的基本盘 情况下去带领他们拿到结果 是这样吗 远至的那个问题总结我喜欢 其实你回答吕白 你说成长 我觉得你把成长的涨 换成成绩的计就行了 你到哪去干 你到谁家要的就是成绩呢 是的 所谓的成长是你个人的收益 是的 但是老板花钱雇你 他要的是成绩 当然 成绩对他来说就是业绩 就是利润 对不对 对 好我们来看面试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他在这张A4纸的上边画了一条横线 他限定了一米宽 在这个线的下面 他画了一万米深 那就说明 这位选手展示给外人的只有这么一小块 而他有一万米深的内部具备了无限的能量 无限的智慧 但是有待挖掘 有待开发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各位企业家考虑一下 根据王文强的面试做出选择 有请各位 祝贺你 只灭了一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们呢 中企市华阳呢 是一家专门的 从事邮轮船员外派的企业 我们未来可能需要很多很多 中方的这种高级的管理人员 那么我给你的是邮轮主持 工资呢是一万五家 我们是一家生物医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能给到你一个产品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薪酬是10K 加我们的业绩提成 文强给到你的是我们那个中盛节油的一个短视频运营经理 就节油是一家上市公司 然后每年销额是将近百亿 我觉得这里会有你比较大的平台 广州中山都可以 然后给的薪资是20K 我们是地彩珠宝 今年呢跟深圳团队开始了一个新的板块 就是结合AI打造儿童珠宝设计相关的教育 我希望你能负责这一块 然后薪资呢就是5K加 我们希望把瑜伽 普拉提 巴段锦 所有养生的项目带给我们的会员 把你的想法带到我们这里来 地点是北京 薪酬是9000加上15%的提成 东发音今年是我创业第26个年头 今年在2024年我们重要的策略 就是真正把早教做到家庭里边去 同样呢我们将开辟我们线上 自社付费的大的板块 我期待着你能够有机会加入 把你过去的品牌操盘 到内容操盘的经验 做到我的账号里 你来经营我的创始人的IP 工作地点北京 冠生学院从去年开始呢 面向大众人群做一个针对性的产品 所以呢我们有几位 核心的声音的导师是需要打造IP的 给你的岗位呢是冠生学院的运营总监 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酬是2万加提成 首先我有一个21年的品牌 然后我有几百家店铺 我就希望你把我的私域 IP和内容全部运营起来 你作为这个就是跨部门的运营总监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然后底薪是2万加提成 生手薯条呢现在是在这个 香脆薯条这个细分领域是top1的企业 那么现在我们想引爆品牌 就想从新媒体线上线下一起发力 工作地点在天津 月薪是2万加 好小伙子真好 九盏灯 但是你只能保留两盏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5 4 3 2 1 我们冠生的北京市总部 我们在厦门有子公司 如果你会纠结地点的话 厦门可能离深圳会更近一些 那我们的品牌部跟你来共同配合 去打造在声音知识付费领域的 核心爆款的产品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这样的能力 好 谢谢 我们是一家46年的纯国货的纸巾 现在已经1000多万分子了 基本的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你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好 求知者贯升文化 终顺节柔 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 计时开始 时间到 小伙子 你的选择是 终顺节柔 祝贺李白 感谢杜远志 去吧 小伙子 三二位且家握个手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祝贺你 求职成功 再见 谢谢 加油干 好 祝贺你 还是要本着真诚无实的态度 去深入的研究公司的整体的这个业务 同时呢 在这个基本盘的基础上 然后呢 发挥我自己的价值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点是 他非常知道老板你要什么 他是在 个人优势 和我能给企业带来优势之间 去合并同类项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把有限的时间效能最大化的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聘 2010 at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 全聘 in at 163.com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融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